我覺得這是所有彈鋼琴的人的夢想 能夠有一台這麼棒的鋼琴 我今年用這台鋼琴跟他相處這些時間 一定可以讓我再進步更多 然後做我更想要做的音樂 這是君隆的回憶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來 我是姜老師 我是姜老師 各位如果有看笑哈哈的朋友的話呢 就應該知道笑哈哈品牌 目前我們得到一台石坦威的贊助 是來自全方位音樂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班琴的幕後花絮影片之外呢 還要跟大家聊聊 到底我自己從小到大彈的是什麼品牌的鋼琴 首先我必須說我真的非常感謝全方位音樂贊助我們這台琴 喔不是送我們 好像很多人以為是送給我們 不是送給我們 它是放在我們這裡一年 然後可以讓我們使用這台鋼琴 然後它的音色真的太美了 如果有看過用石坦威拍影片的朋友們 就是應該聽到它的聲音 就是那種會說故事的那種琴聲 真的非常驚人 那這也是我自己從小到大 唯一一次可以跟石坦威這麼長期相處的機會 所以我非常的感謝 感謝俊勞 我是從五歲開始學鋼琴的 那我的第一台鋼琴就是YAMAHA的直立鋼琴 可是型號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呢我就彈著那個鋼琴 後來三年級 國小三年級我就唸音樂班 然後一路唸唸唸唸唸唸上來 所以可能他對古典音樂是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有那個概念就是 媽媽在錄影喔 我在工作喔 你可以再等我一下下嗎 可以嗎 謝謝你 好 掰掰 好 因為我爸爸是一位古典樂的發燒友 那他可能就比較有那個概念 他認為說如果要長期學習古典樂的話 最好能夠擁有一台平台鋼琴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在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我就非常幸運 我爸就帶我去那個挑了一台平台鋼琴 然後 此時 又是很多人會問我的問題 就是到底要怎麼樣選琴呢 選琴是要老師幫我們選嗎 還是我們自己選 還是要選什麼品牌 我告訴你 其實我當時呢 在苗栗那個鄉下 國小六年級的一個女孩 我也不知道怎麼選琴 所以我爸就帶著我去一間老師介紹的琴行 然後我們就在那這樣彈... 然後我們就選了 一台平台鋼琴 也就是我身後的 這台平台鋼琴 但是 說實在 我到現在 還不知道這個品牌怎麼念 Rosendo 不知道 好像聽說是一個韓國的品牌 因為那個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根本也沒什麼概念 反正人家推我們哪一台 我們就買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非常感謝 你在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就有機會彈平台鋼琴 因為畢竟平台鋼琴的初見 還是比質地琴好像許多 那說實在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看過有任何人跟我一樣試用這一台 然後這台鋼琴就從我國小六年級陪伴我直到今天 他當時買的時候就是一個二十年的二手琴了 所以他現在幾歲啊 反正他是一個非常非常老的琴 再來的下一台就是現在全包面越贊助我們的這台石坦威鋼琴了 好的 那這就是我從小到小要彈的鋼琴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搬運石坦威的幕後花絮吧 我們看一下這個鋼琴現在已經沒有繳繳了 這是鋼琴形狀的衣服 你們有幾件這樣子的毯子啊 七件 七件 他是專門搬不同尺寸的琴嗎 沒有 還是都大概這樣的尺寸都可以 因為我們公司騎排車 那有分不同的琴不同的衣服嗎 沒有 沒有 你以為是在上班啊 每天要穿一樣的西裝啊 不知道哪一個是給L牌的 給S牌是哪一個是給B牌的 一樣都是一樣的無形 就是差不多一件衣服都可以穿到B OK 很好 還會不會就是有些 你不要再哭出來啊 沒有沒有沒有 有在心在流眼淚了啦 好你等一下 我等一下幫你拍一個你的背影看著他離開 真的嗎 這會在 我幫你剪一支MV出來 好感傷哦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你看過了許多美女 你看過了許多鋼琴 你手機是糖尾 她每一個同仁的聲音 你住過國家隱隱約定 也即將離開我眼裡 你曾經在身邊陪伴美好短暫的光影 卻說不出你即將要遠離 勉強說出 張老師你一定要珍惜 最後說出 希望你們能用他來寫日記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會好好替你離開我 我就是江四的幸運 這是君隆的回憶 soundtrack 開始 走 更多背景 這台書 就上個展示 出場 海南 台語 海南 海南 月龙冷静 哇 他要把他拉進去了 我聽到了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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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現在這個情已經到了我們新家 然後真的非常的開心 我很難形容這個感覺 就是我想要陪伴在他身邊 我哪裡都不想去的那種感覺 就是期待這一天已經非常久了 我覺得這是所有彈鋼琴的人的夢想 能夠有一台這麼棒的鋼琴 然後我覺得好的鋼琴 當然每個人的條件不同 你能擁有的鋼琴不一樣 可是在這一台鋼琴上面 你能做到更多更多你想要達到的目標 我都在想說 我還在想說 我會不會鋼琴搬來這邊的時候我哭啊 應該沒這麼嚴重 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動 就是 我相信我今年 用這台鋼琴 跟他相處這些時間 一定可以讓我再進步更多 然後做我更想要做的音樂 好的 那今天影片希望大家喜歡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 任何一點都回答你們最重要的就是 訂閱我們打開小鈴鐺 你看 真的好美喔 掰掰 我還是要看 畫面 打開小鈴鐺